台北市政府多年前 争取前瞻补助计划 在内湖大港前公园 赤字六亿元新建停车场 就是为了让周边的道路拓宽 增加车流空间 有了停车场 港前路周边 徒销200个停车阁 放宽道路容量 停车场地下两层 可以停放超过400辆汽机车 像这样的改建计划 从106年开始 已经核定140亿件 这个停车场的 由地方政府来申请 那我们这边来 这个交通部这边来补助 那当然地方政府 他也要有一部分的配合款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一共砸下260亿元经费 补助地方新建停车场 解决停车问题 看看六都补助案件 最多的是新北市25座 完工的有13座 桃园核定17座停车场 也有13座完工 台中核定21件完成11件 台南高雄也在新建中 而最缺车位的台北市 只有一座完工 校舍改建增设停车场 也迟迟没下闻 到正常应该是要利用到 这个学校这个停车场 所以起码我们附近这边停车 会比较方便一点 能够盖停车场 附近大家尤其夜市 来夜市的人都会比较方便 你不盖的话 当然停车就会很不方便 内湖国小周边虽然的确符合 盖停车场的急迫需求 但考量校园基地面积太小 假设要有200个车位 必须开挖到地下四五楼 工程成本过高也是关键 台北市地下人筹 补助停车场新建 却只有申请四座 恐怕难解停车问题